這次我們會做一個error handling 其實問題是你現在玩個網站 現在很正常運作 但其實你遇到很多時候會有些error 可能入了資料或者不知為何會掉落 現在做一個實驗給你看 其實我現在註冊了一個新用戶叫demo 其實去到edit profile的時候 我可以改自己的資料 其中一個feel很有趣 可以改用戶名稱 我改回自己的名字 我改回Sylus 因為我另一個帳號叫Sylus 你現在按submit 它就爆誤 其實現在的畫面第一 都會有樣子 讓用戶看成這樣 你就不明白 第二 如果你這樣看 其實你想debug 你不太知道要怎樣做 如果你真的想看下面的debug 這裡的debug message 其實都會幫到你的 如果你在溫中的console 你會看到有什麼問題 其實你拉一下你就知道 你最重要是看我的名字 跟你說 它行一句sql statement update不到 其實如果你真的做個網站 你現在在寫program 你不想那麼煩 其實我們可以再開一個debug 沒有的 因為可以 這裡我們可以做這裡 改設定 改config 改config 其實下面可以拿回 frag的debug 其實它在環境變數 設定了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之後都會在環境變數 做一些東西 這裡設定了環境變數 然後我再 restart 然後我再 restart 這個application 你看到這裡就轉了 本來是0 它轉到1 其實你改什麼config 都可以看環境變數 現在我們再重新 ERA的版 我先回覆 改這個版 然後再按10面 畫面 就變成這樣 下面很多error message 你現在變成網頁 你會看到 其實如果你正在寫program 這樣做就會方便很多 因為其實你正在試的網頁 看回網頁 其實你看得很清楚 SQL statement update這個東西不行 所以什麼 其實都說得明白 unique constraint 你撞了user名 不讓你弄兩次 因為我們之前設了個unique key 這個是拿了unique index 就是你看回model model的user名 是unique不進撞 你重複就不行 那其實ERA 你現在就做了一個setting 就令它可以出來了 但是這個ERA 你千萬不要放出production 因為其實你的hacker 其實是靠看著這些ERA log ERA message 出來做你的網站 其實它可以看到 你用什麼framework 你的database架構 那就可以去hack你了 那我們一樣東西 現在我們做好一點 現在我剛剛搞了 你玩的debub mode 那debub mode做完之後 其實我們想做一個 帥仔一點的ERA page 即是做一個custom的ERA page 那我們就需要先做一些網頁 那我們現在第一件事 我想先做一個clock 那我們就現在 我們想做一個ERA handling 那我們在application那裏 其實就要加一個新的file 然後就要改進inite那裏 那我們首先就是這裏 記者在app上 不是外面的層 其實你可以看到架構在外面 在application裏面 即是web app裏面 我們要加一個新file 然後就是error 那叫做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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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error都去這個 那其實裡面就現在 就放一些sourcecode去 其實就定義了 兩條特別一點的route 總之他發現 總之他發現 系統那裏有些什麼 404的error 或者500的error 他就會走這個action 其實就會畫這個壞面出來 其實404這班東西未有 其實我們要弄回它 那你這裏其實照舊了 mouse over create template 然後yes 然後我們就要做回網頁的內容 那我404就出一句話 那就沒事了 那些東西找不到 然後你帶回去頭版 那再回到剛才那裏 那500個頁你也是沒有的 500個頁你也是沒有的 500個頁你也是沒有的 那你就要create 500個error的時候 我們就要跟他講些東西了 那跟他講一句話 有些不 unexpected的error 發生了 那其實又是回頭版 那其實現在這裏 就是定義了那個error 那個route 就是error function handling 就是發生這些error 會怎樣做 那但是你現在還沒work的 那你一定要動那個init 其實init就是 就是那個program走的時候 整個遊戲會做些什麼 那今次的init 我們會做多一點點東西的 那這裏 那我首先我換回source code 其實都比較長 那再解釋一下 那其實呢 你見到多了很多 code 就是在highlight上面 第一件事 那error handling 這些就是 本身的filmer 跟了你的 錄影 那這些 其實就 掉了位 所以看見像是動了 那其實這些是9 code 那新呢 其實多了一樣東西 看看你有沒有開debug mode 那其實呢 我們爭取 就是玩一玩個mail server 那其實如果他查到 現在不是debug 就行正常 如果在debug的時候 我們就會 啊 即不是走debug mode 就出街了 那我們就會 發訊息 去個mail server 那我們呢 其實如果有error 就會收到email 那但是一會兒 就要玩一個模擬的 web server 就是在Python 走到debug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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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然後我們來測試那個 error message 用email的 那個 還有鎖那個 那其實第一樣東西 你要看回sauce code 你見到呢 如果你是debug true 那你鎖了就會false 那其實這個 這個logic就不會走 即是傳email 寫了鎖 file 我不會走 因為它說你正在跌 bug 那你正在跌 program 就不會這樣做 那所以呢 我們第一樣東西 要關掉debug 然後再判斷 那第二樣東西 其實問題就是 那 你如果看回sauce code 你看到其實 那裡有個mail server 在哪 讀些什麼資料 那其實就是有一個config 就是在環境變數 那裡你看 其實要設定這些 那如果你的環境變數 沒有設定的話 它怎麼傳email 那所以我們呢 也都要在這個config 那裡 就要動一動環境變數 那這個環境變數 那這個環境變數 那我們要加 那 那第二件事呢 我會定義個mail server 那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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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 server 那就是這個 那就是這部機 那裏 那你作第一個 那裏 那我再做第二個 那第二個環境變數 那就是這個mail server 那這個port 那其實現在你的port 就是一個python的testing server 那就是8025 那你定義了這兩個東西之後 那你可以按了它 那你可以按了ok 那我可以設定在這裡 那接著呢 首先我们要boot那个Testing Mail Server 其实你可以用外面的Console组或者用这个Console组就可以 我们可以用这个Console组 我们现在boot回Mail Server boot回它 等下 我们现在boot回Mail Server 你知道你改完Config这些你一定会 restart 我设定了再开 现在我们先制造一个LMessage 就是可以去这一版 其实你现在设定了一个Demo account 然后改名叫Syrus 然后就撞名 那Submit 那就倒下了 其实你现在没有意见到Production的Case 这里爆了ERROR 你又等一等它 它应该会有个Log 不断再看看旁边 那你会看到 哇 其实Mail Server收到Email 其实这个Setting 你可以真的可以出街 你只要设定刚才这些Config 然后你拿回个Gmail account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送个Gmail给自己 那你再看吧 那除了会送Email给你 即是现在刚才出街 装申请不是 在写Program 那你现在出街 还会写到Log 因为其实你有ERROR 你不写到Log 其实你根本上每天都看不到的 就是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其实大致上 这里有个Demo 那其实就会成功了 那好了 那我们也试试一下ERROR 那时候这个ERROR 就是逻辑上我们写错的东西 因为你想想就知道 我Model的时候 其实我下了这个Rule 是不准作USERNAM的 那你现在设定我 重复USERNAM 那它就发生ERROR 那我们现在FixerLogic 其实我们就可以在 form那里做些手脚 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 就是一个位置 就是Edit Profile的form 有表单 这个表单 这个表单 那你会看到 那个逻辑到 真的没有写什么 只是收了个USERNAM 然后About Me 就设计了 那我们呢 其实现在想做的东西 就是在这儿改一点 就令到它 去查数据库 会不会撞名才行 那我们呢 就改一改句 那我们改一改句 我们就换了它 那我们就换了它 那其实所谓多了的source code 就只有下面这一节仔 那又多了个init function 那其实你要查一下 你要知道原本的名字是什么 你才可以查的 那做了个init function 那就是create form的时候 你要给它一个 用户名称 然后再处起它 先 因为你知道OOP就是这样玩的 处起它 那接着到真的按个submit 就是人家一send上来的时候 它就会查一下 究竟拿回现在的用户 没有变到先 如果变了 那没有变 其实你是不用查的 就是你原本的account 叫做siris 再改名字叫Siris 没影响的嘛 那所以你要知道 那如果名字不同的时候 就走一走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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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能不能找到 如果找到就是撞名字 那它就导致了 那它就导致了 那好了 那整完这里 你当然要移到WOW 因为那个WOW 你有少少变化 你看到那个WOW 其实你旧那张 edit profile的form 你就没有这些setting 那我们呢 现在要改一改 其实它都highlight了 因为你一定要有conceptor 那我们现在呢 就去一下那个WOW 那里 我们就更新它 更新它 那现在这个更新 那其实现在这个更新 你看回来就知道了 其实它就是做的 就是 你只要lock in 才可以走 所以一定会有 current user的名字 所以你走到这里 一定有一种form 可以设置给它了 那设置给它 那你再去一个流程 你看看 那里有了名字 就可以查一下它没错 那现在这里是 fix find 问题 那fix find 问题 那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restart 回 server restart 回 server 接着呢 我们又做一次重复的错误 那 那就改它 那你就按 那你有没有人撞了 那其实你如果 你去看 program 你就知道 怎么走出来的 那我们所有checking 都是from 那就是这句东西走出来 那ok的 其实那个lab 其实这里叫做大部分 那但是呢 我们有一些东西想做完的 就是我们开始 其实这个project 就越来越 就是其实我们 比较多dependency 就是 你现在用了很多library 那其实我们通常 就不是很希望 你 其实你install了很多东西 其实你都不知道 install了什么 但是其实你的versions 常常转 你写 program的时候 你不fix了它 其实你哪做哪改 它有更新 其实它upgrade了 就是你按upgrade 它就upgrade 就是fix了那个versions 会好一点 那 那其实我现在想 Version Control 现在知道 用什么library 去 或者在project里面 那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 做一个requirements 的file 那其实你用python 就是virtual environment 你想知道 有什么dependency 我们都会有个requirements file 那现在我先把整法出来 那其实本身的example 就是它的lab 它的totorial 都有教你做 下次再做 我就喜欢早点做 那我们现在弄一弄 就打一个command fix了它 那时候你看 就会多了个 即这里会多了个file 但它现在还没refresh 所以我按一按 它等它 那这里 其实就多了个requirements file 那其实这个requirements file 你就知道 你看一下就知道 你现在的系统里面 你曾经用过的 装过的lock in migrate 行数据废 那些全都自己装 那有些当然是你一个 一个project已经有了 那其实就会 每一次呢 你有更新的时候 你这样打一打 它就会更新 这个file 和你锁死它 而且呢 当然有点解释 看下去 其实就知道 哪个lip也做了 哪个lip也变了 方便一点 你可以trace 任何问题发生 那如果你安装完 这个lip也 其实下次呢 如果你预计了你的project 我真的给我的同事 你给你的同事 其实它设定好 一个虚拟环境 那其实它也要 安装回你的migrate 那你安装回你的migrate 那你安装回你的migrate 就是很简单 你想想一下 如果之前你不跟他说 他要做他的command 但是其实呢 如果你给你的同事 整个东西 你按pid3 install 那其实一按 它就会把这个file 里面所有dependency 都给你装一次 那 因为这个已经装好了 所以它就不会下载 不会成 那这个lip就完成了 那这个lip就完成了